所有的装调料的碗碗还是锅 看着都比较有年代感了 接着我附近半 你接往下你就吃开这个汤 老三咱这凉碗 你看老三这个勺子 勺子都是半个 老三换了勺子没有 这半个勺子 这不是去磨着啊 对 把勺子都磨成一半 这个房子确实是旧了 进来一个不大的小店 人还挺多 说咱这一早上能准备多少豆腐呀 一百多斤豆腐 一百多斤豆腐 每天就只准备一百多斤 卖完就完了哈 买完就完了 买完了就该 这种该准备命天的东西 这东西一早上的豆腐 它这个就是 是边买边切边准备 这个豆腐汤就是咱 丰丰这边的特色哈 这个是什么呀 粉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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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薯的哈 是红薯的吗 红薯红薯的 啊 啊 这底边是有加这个红薯粉皮 豆腐 豆腐 那个应该是老豆腐吧 就这个豆腐 炸豆腐 然后再这个红薯粉皮 这个就是小米面是吧 这个就是用小米面加了一点小米面哦 然后里边啥调料都不加 啥调料 出来主要就是靠这个自己调的这个酱啊 因为这个酱啊 这个不是那儿的好吃 薄泰牛啊 这个这么拼的一个点 招牌门门头 然后被我找见了 就是这么一家店 生意竟然这么好 没锅完了这锅又血 这边小锅炖好之后 然后咬到那边大锅 这个叫豆腐汤 说这一份多少钱 四块 这是就着啥吃呢 就烧饼 饼是多少钱 两个饼 五毛钱一个饼 那这挺实惠的 一顿早餐五块钱 说这个罐子里边是自己调的酱 自己酥的酱 给这个酱也分享 相经不当半顾 大叔您做这个做了多少年了 您做这个做了多少年了 多少年了 我给你做这边 从金王家就开始 我父亲做开了 我这是八种的做法 是吧 就是我家我父亲 班已经差不多就快一百年了 已经差不多一百年了 快一百年了 放下汤了 店就一直在这开着呢 一直在这开着 那确实看得出来是个老店了 这就是吃一半可以免费蓄汤 这是那边小锅不停的在做 人特别多 这一会儿会儿这里面外面都做满了人 大哥之前吃过这家没 吃的多了老客户 是多少年了 一样可以哦 老三这有一二二两个 嗯 到那儿归了二十年了 二十年了 嗯 一般都是六点八就满开了 五点多就得起 嗯 六点半一般卖到几点 卖到小五 小五四点多一块 他是在这家就是拿这个烧饼的 嗯 一两碗的 烧饼也很实惠 五毛钱一个 小哥给你送四斗啊 你二十块的 嗯 嗯 来 我们你借来我炒一下 这刚好我又送了 好 啊 微信收看七点五天 嗯 我觉得我太牛了 这么天的地方 我怎么找到 这家啊 从环境来看啊 树真是个老店呀 有点破 还有点脏 然后这个豆腐汤呢 是关锋胖区这边的 一个特色美食 那这边 虽然说是店挺破挺旧的 但是吃的人蛮多的 肯定是有他们家的特色 这么一份的话 豆腐量还是蛮多的 里边是有加这个 红薯粉皮的 然后再就是豆腐 这一份这四块 他们都是 我看都是配着这个烧饼吃的 烧饼一个是五毛钱 然后两个一块 然后一块钱的烧饼 配着这四块钱的这个 豆腐汤 早上一份 早餐确实挺实惠的 我先尝一下 我感觉这个东西 主要就是靠这个 他们自己调的那个酱 提味呢 那个酱有点像我们那边的 那个面酱的那种感觉 虽然说是卫生环境上差了点 但是味道确实挺不错的 没事你过来没过